为什么有钱人都会用长银包呢? 其实你有信不信长银包会比短银包更加招财呢? 今集我就要介绍一本书 就是为什么有钱人都会用长银包? 日本作者龟田润一郎先生 他原本是从事税务顾问的工作 但因为工作关系他就要服侍上市的大老板 在跟对方谈生意时 他是无意观察到一些成功人士的特质 就是他们都有个习惯 就是用长银包再加上散纸包这个习惯 他就会问对方会不会可以给他看一看 他长银包和散纹包的关系是怎样呢? 他就发现原来他们的银包都整理得很干净和整齐 所以他就发现了有一些原因 而出了这本书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他有钱人的思维是怎样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大家好 我是黄德瑞 Dominic 以前在社署长者生活津贴中央处理组 做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现在是注册的理财顾问 为什么有钱人都会用长银包呢? 归田润一郎 他就发现银包是有一个秘密的 他就发现原来一个人的年收入就是你银包购买的价钱 成为200倍 就是你的秘密 你算一算你买这个银包的时候 你是多少钱? 你年收入是多少钱? 是不是你银包的200倍呢? 有钱人为什么会用长银包呢? 归田润一郎他发现有三个原因 第一为什么是长银包呢? 我知道有些人觉得长银包很麻烦的 以前我都是用短银包的人 因为可以是对接的 而且放在散印就会是比较方便一点 我又会把这些银包塞到屁股那里 方便去拿出来 但我发现 越来越没有钱 为什么呢? 长银包其实对钱来说是一个价 钱他们都会跟钱互相沟通 他们会互相去八卦 你的银包究竟住得舒不舒服? 正不正? 你想想你的银包如果本身是干干净正 很整齐的话 又好像酒店那样 钱自然就想住在那里 但如果反过来说 你的银包又窄 好像劏房那样又多窄物的时候 比较你是钱 你会是住在那里 还是住在一个酒店式 整齐干净的银包那里呢? 他们会发现 有钱人他们的银包 多数都是整洁的 干净的 当你买了长银包 或者有了新的长银包之后 他们通常会放一大袋的现金 就放在这个银包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银包是有记忆 还有有胃口的 所以给银包 确实记住 钱的味道 另外 钱入了银包的时候 有一种饱满的感觉 同时 银包多了现金的时候 你都用多了现金付款 就不是用信用卡 你就对钱的敏感度 就会提高 鼓励自己多些用现金支付 你想想一下 电子支付是无痛 获取你想要的东西 但用支付是现金方式的时候 你是另一种方式 你是用付出的方式 才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感觉上是比较痛苦一点 所以电子支付无痛 但是用现金 是可能有痛的感觉 不捨得的感觉 换言之 就要省了很多钱 在你的银包里面 第三样东西 钱要是上下方向对齐 数好银子 分开放好 因为这些钱 其实天生就很喜欢 是干净整齐 那怎样去做呢 首先你的钱 要按秩序 这样去排好 小的纸钞放在前面 500元1000元 就放在后面 有秩序这样去排好 那些钱才觉得 住得舒服 整齐 就好像你的房客 租客那样 有秩序 这样去住好 一来你方便 找数的时候 拿钱 和快速去数一下 你自己有多少钱 这个是有秩序 排钱的好处来的 另外 尽量在银包里面 放多些 1000元 500元 不同的紙币 你方便去找数的时候 你都可以是容易去处理 你欢迎不同类型的钱 去你的银包里面 刚才我们就说了三个 是应该怎样去好好 和钱 去相处的关系 或者是怎样去善用银包 我们接下来说了三个 你是不应该 或者要避免要做的事 我们先说是银子 银子 其实你可以暂时 放在银包里面 但是回到家的时候 把散印暂时 放在一个专用的散印包 或者在一个钱箱里面 其实可以保持你的银包 干净整洁 轻盈得泪 又不会变形 所以定时你去清理你的银包 而不是把散印放在银包里面 塞到它爆满 每天跟银包做个大数据 你就很容易得到财神的捐固 你的钱都会容易来到你的身边 很简单 你给着你自己是一千元银 你想住在一间 杂物乱摆的银包 第一个干净整齐的酒店房 银子他们的价值 只有1元2元5元10元 跟大钞的价值不同 就像有钱人 他们住的区域 住山顶和住汤屋 他们都是不同型的性格 为了你们钱和睦相处的时候 其实你给他们相应的居所 会比较合理一点 所以如果是专属散印的话 放在专属散印罐里面 就会好一点 我是喜欢用这个散印罐 因为每一次我放散印的时候 这个罐其实是用来做慈善用途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句说话 在一个散印罐里面很好的 他就说捐钱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而是一份虔诚的爱心 每天我回去把散印放进去的时候 像正式我就把钱捐出去了 我觉得是要加速我自己的福分 来到我身边的 所以 银包原本的作用是用来收纳 以及是放钱有关的物品来的 如果是散印的话 你应该放在神银包 就不是放在你自己的长形银包里面 第二件事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积分卡 积分卡其实是你的钱的漏洞来的 我不是说不可以用积分卡 我也是用积分卡的 但积分卡只是用来收集日常必用的 例如我自己必用的积分卡 例如是66相当环保的 759去买日常用品的 或者我喜欢去咖啡店的 因为积分卡很容易 你因为贪便宜 不知不觉买了你不需要的东西 或者因为它大特价 而买多了你想要的东西 但不是你需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只是趁降价促销 这个时候你买了一大堆东西 就好像你一家家 塞满了很多不同的杂物 在家里面 但有钱人家里不买的 他们是很干净 只是买一些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放在家里 你看上去好像去了一家艺术馆 整间的家里的环境是不同的 所以这些积分卡 其实避免你放在长颜包里面 它应该有它自己 专属的撒颜包 或者积分卡的小包 你就放在一起 令到你减少消费 每次付款的时候 你看不到一张积分卡 你少了去买 你想要又很便宜的东西 你现在试一下 看看你的家里 你看看有多少东西 其实是因为特价 你买了 但不应该去买的 例如你的衣服 书和厨柜 团积在家里 其实一直霸了空间 但如果你团积在银包里面 银包没有位 就很难有新的住客 或者租客 或者钱 入住你 所以银包的功用 是用来收纳 和钱有直接关系的东西 就不是用来放 积分卡的地方 积分卡应该放在 省字包 或者是积分卡的包里面 这样才是对的 好 第三 就是要留意的是 你的收据和发票 如果你的银包乱七八糟的话 其实比较是钱 你都不想去住下去 好像收据这些东西 你最好另类去摆放 真的不得意的时候 你才放在银包里面暂存 但是你记住每天回到家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拿出来 放在它专属的收据 或者是发票的盒子里面 这一点也很简单 就像你的身体那样 你想想 如果肌肉是代表钱 脂肪是代表发票的时候 你自己想你的身形是怎样 你想是肥腾腾 很肉酸 很难看过一只 还是一身肌肉是很渺调 很健碎的去显示出来 银包原本的作用 是拿来收纳 和钱有直接的关系 的地方 就不是拿来放收据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有些收据的话 你应该是放回收据的口里面 多谢你看到这里 我接下来会传授三招的秘技给你 这三招秘技是什么呢 第一个币 就是你埋单时候的礼仪和咒语 埋单的时候 其实最好 就先给散子 因为给了散子 方便对方去收好 不会跌钱 再给纸币 你给纸币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正向 给回店家 正向 让它方便收钱 和收得稳稳 如果店家或者对方 收钱收得开心的时候 其实你很容易 吸引一些干净的新钱 进回来 所以如果你公公敬敬 币上钱 给对方的时候 对方都会较高的机会 公公敬敬去回礼 给你的 甚至你可能 意外获得 一些稀有的银子 或者钱币 币的 另一件事就是 付钱的时候 我会自己心里面 默念 就是说 钱欢迎你回来 或者带更多朋友回来 而且我更加在订制银包时 刻了一句说话 就是 Bring your friends Welcome back Bring your friends Welcome back 即是 叫钱 你就算出了家去玩 但你可以带多些朋友 回来我需要的银包里面 这是我第一个秘技 告诉你 第二个秘技是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朋友 其实他们银包 除了放了一些 罚帐 或者招财符 平安符 在里面 但我都可以建议 你可以将 你的储蓄的目标形象化 即是你将你想买的东西 变成一幅彩色的图画 放在你的银包里面 例如是你想买的楼盘 或者你的子女的想 给回教育基金 或者你和你的男女朋友 想结婚的时候 结婚喜庆 你储蓄是为了结婚喜庆的 或者你想去某个地方 是你想去旅行的 这个是你的储蓄目标 或者我想 做双眼皮 美容护肤 这个是你的储蓄目标 你可以将你这些储蓄目标 视觉化 印成一张彩色的影像 化在银包里面 有三个理由 第一 提醒自己储蓄的目标 第二 每次 洗钱的时候 都会想一想 可能要节制一点 第三 是给你这么大的动力 去存钱 这是我第二个秘技 第三个秘技 非常厉害 就是 开一张支票 给你自己 例如你想开一张一百万的支票 你把这个支票 放在银包里面 因为根据吸引力的法则 就是深省事成 所以你说 写了一张支票 给未来的自己的时候 可以加速你的愿望成真 但是你开了一张支票 不代表你是白日梦 不做事的 而你就好像淘宝买东西 你向宇宙银行 下了订单 你就安心等收货 收货的时候 你都会积极上班 去进售 有什么 可以是加速 你收到你的货 或者你愿望成真 就是 宇宙给了一些提示给你的时候 你就要立刻按行动 去执行 例如 可能是叫你参加 投资理财的课程 或者你遇到一个贵人 或者是专业的理财顾问 一对一给你的忠告 和建议的时候 你都要立刻 去行动 去行动 现在我就分享我一张一百万支票的经历 在2019年的时候 我真的按这个 心想事成的 吸引力法则 我开了一张支票 给我自己 我开了一百万 我就想2020年 我生日之前 拿到一百万 但是呢 去到我生日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一百万 不过 如果一个愿望是延迟 去实现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利息 给你 那时候 去到我的生日 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年初 买了二十万的 世价股 那它升值 升了 大约是超过一百万 那就是说 去了我生日 之后的一个月 这个愿望才兑现 不过 它就不是一百万 那么简单 而是连着利息 就给了我 所以我发觉 原来开一张 未来的支票 给自己的时候 其实真的很有用 所以到现在 我都会开一张 未来的支票 给自己 大总结了 所以我想带给大家一件事 银包是钱的家 我都建议大家用长银包 因为你会多些的机会 是用现金付款 有秩序 将银包的钱 摆好 如果是散银 即分卡 和收据 发票的话 你另外 将它放在 另外一个地方 你就不要放在 长银包里面 另外 你如果是 结账的时候 是有礼仪 和物念 叫它们 带多一些朋友 回来的时候 或者是 你将你的储蓄目标 形象化 开多一个 未来的支票 给自己的时候 都可以 帮助你 招多一些的财 好 有一个反省空间 大家去想一想 你现在手上的钱 就是 过去的自己的 总结 来的 将心 比心 你想一想 如果 钱包 就是 钱的 家 的时候 会不会换回 一个钱包 或者从 整理钱包 开始的时候 这个行动 你是今年可以去做 改善你的 财运 或者是 理财的方式 你怎样代人 人家就会怎样代你 同样 你怎样代钱 钱也会怎样代你 所以 和钱 好好生存 如果你换了一个 新人包 或者是长人包 真的帮到你的 记得留言告诉我 Dominion 你这个建议 真的很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